下面 男女双方交换婚点 阿姨 这儿呢 你们可来了 他们都要交换戒指了 那又怎么样 我都来 你怕什么呀 走啊 我不进去了 阿姨 快点吧 我不进去了 您快去吧 快点 慢点 停 停 停 都干什么呢 停 怎么回事啊 拉上个篮 全部给他停 滚回去 让开 不是 不是 何欣 你结婚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告诉爸妈呢 是谁教你 是不是他教你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我教你的 妈 你干吗呢 跟着喊 阿姨 对不起 这么大的事我们没通知您 是我们不对 我上次跟你怎么说来的啊 啊 我就知道你不会跟我儿子说的 何欣 就为了这么一个贱人 你把妈都忘了 你说什么呢 谁是贱人 她是我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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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多客气点啊 怎么个客气啊 啊 我平时不跟她客气啊 何欣 你 这人是谁啊 我妈 何欣的妈呀 好吗 这边那摆地摊的那大骗子吗 哎哟 真是冤家路窄啊 你怎么穿这儿来了呀 爸 什么情况 她是你爸 何欣 你居然把这个骗子的女儿要娶回家 我跟你说什么好呢 婆婆 你说谁是骗子呢 这个人 就你旁边这个人 骗子 大骗子 我旁边这个人是谁啊 没礼貌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他 他是谁啊 朱贤 骗子 真没礼貌啊 怎么 我告诉你 他就是个大骗子 蹲了三年监狱 知道吗 我说一遍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你再把老婆说一遍 不是 你再说一遍 你认识跟我妈说话 我给你起来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怎么了 继续动 过来 就是个大骗子 怎么了 你们俩还组团来骗我 妈 你连一口一句骗子的 这位大婶啊 既然 您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那您哪 干脆说清楚 我们老猪的闺女 怎么骗你们家儿子了 摆在桌面上 也不用藏着掖着 还有什么 都说出来 你说 大骗子 您这怎么着了 组团来骗我儿子是不是 你甭想骗我 我告诉你 不是想听吗 好 我还有证人 有证据 来 把证人给我请过来 来 把这句话给我交过来 什么证人 来 怎么这么复杂 真难 你们都不知道吧 不仅摆地摊 还是骗子 什么呀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小姐呢是叫余娜 圣马克医院的余医生 余娜 你是跟我怎么说的 跟大家好大声说 说清楚 就是台上这个新娘 她给了我一笔钱 让我给她出一份 假的提点报告 证明她有供给埋 供给埋 供给埋 她说的就是胡话 这个女人我根本就不认识 你胡说 我跟师姐一块提检的 我们根本没有见过她呀 有 你什么人别带着 她就是骗宽的 你们都被她骗了 她给你们的报告是假的 这本报告是真的 那好了 我们都有证明 好好看清楚了啊 我看你们 看你们 有证明啊 没事 我说没事吗 没事 我说咱老实验不能这么倒霉啊 就是啊 没什么样子 那缺德事 你是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是不是 干嘛呢 妈 你太过分了你 这是个骗您 你干嘛呀 妈 夫人 夫人 小姐 你太过分了你 就是真的吗 哦 你太过分了你 我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童心 你被她骗了 还是个骗子 这个报告是真的啊 这报告才是真的 对 这是真的 你相信我 她求了我好半天 我实在是拥不过他 他跟我说 他老公有互暗恋 他想挽回他老公的心 然后 我实在是拥不过他 我就答应帮他这个忙了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想骗婚啊 这人那说什么 他是胡说 这个人是谁我都不认识啊 装装得可怜兮兮的 那一二年 我真的不认识啊 想骗婚 孟姬 你的意思是 之前的那个 是假的 对 它是假的 何欣 你被他骗了 他是个骗子 这份才是真的 对 明白了 这份才是真的 苍天有眼 初初 也就是说 咱没病 咱什么病都没有 好 咱好着呢 婚礼还举行不举行了 当然举行了 当然举行了 奏运 这什么 我在这儿 你妈给侯走了 停 灵灵妈 这婚还结吗 结啊 那是不可能的 叔叔 爸 爸 爸 这不可能的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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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朱 爸 老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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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这是 老朱 老朱 何欣 你给我听好了 你这脑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呀 我是你亲妈 我说什么你都不听对不对 你就听那女人的话是吗 我难道我还能害你吗 妈 妈 你糊涂 你真糊涂 你不光中了敌人的奸计 你还给他当帮凶 你害死你儿子 你知不知道吧 哎呦 气死我了 伊娜是什么人 你敢信他 你忘了 三年前我跟他怎么分的手 他当着我的面 上了别人的宝马车 你忘了 他以为我是个穷小子 对不对 他是个败鸡女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怎么能信他呢 这一切全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不是 我跟你讲 从一开始 就是他把朱朱的这个体检报告掉了包 为什么呢 他想让我跟朱朱分手 他想让我嫌弃他 他得了癌症 结果没成想 我更快地娶了朱朱 他这一记不成又生二记 所以 这才编出一套谎话来骗咱们 你还真信了 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啊 妈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 我跟你说不明白吗就 这样 妈 今天这事就送过去了 你虽然把我的婚礼给搅和了 没关系 反正我们家朱朱没病好着呢 这我就开心了 儿子就开心了 明不明白 我希望 下次我补办婚礼的时候 你不要再横家阻拦了 行吗 如果你要再横家阻拦的话 我可就真跟你翻脸了 怎么样 难道你还想跟我断绝关系吗 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女人是不是 还想下次补办婚礼 门到没有核心你给我听好了 妈 妈 我说什么 你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呢 你为什么是非不分呢 中间不变呢你 我错了吗 难道我为我错吗 我这都是为你好 我算出所见 白养你了我告诉你 可惜你给我听好了 你还说人家余娜这不好那不好 啊 凭什么呀 人家还不念着你跟她的旧情上吗 真是的 你别跟我玩手机了 你听见没有刚才 我这都是为了她好 你看看太没良心了 今天在那个婚礼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把我伤伤什么样啊 我爱她亲妈呢对不对啊 还有你看那个王淑珈 人家是有钱 你再看看人家那儿子对妈什么态度 你再看看人家那女儿 你看看你们俩 我跟你说什么你看 你就跟没听一样了 不是怎么跟我又丑上关系了啊 你今天去完婚礼一口一句流氓 那你像话吗 还说我吗 什么叫我说 我怎么我我我我还不是为了保护你们俩吗 对不对啊 啊 这都是为良心你们 干嘛呀 跟我回家 你给我给我手 我不认识你 给我回家 给我回家 你再不送手我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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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我媳妇她喝多了 你能不能笑着一点 你能不能笑着一点 你能手里有人休息呢还 好 我们马上走 马上走 不好意思啊 谢谢你喝多了 都嫌丢人是不是 每次喝的酒都这样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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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来了 就等你了 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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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倒 来 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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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酒 喝酒 来 不好意思啊 我媳妇她喝多了 不好意思啊 马上走 马上走 你先丢人是吧 嗯 两口子板架了 每次喝的酒都 你怎么去喝点 不上两碗了 走 咱回去睡觉吧 哎呀 我再看看啊 什么东西啊 绝对专业 继承了我爸的天赋了 来 你给 我以后就值得这照片活着了 什么神仙 嗯 给人喊救命 服务员 先生 你好 出什么事了 两夫妻吵架 说是啊 那女的喝多了 那干嘛喊救命呢 我看呢 应该是那女的偷人了吧 偷人了 哎 先生 你 哎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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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拿鱼医 拿鱼医 不好意思 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那没事了 你忙吧 我觉得不太就是 哎 啊 回来你 人家喝多了 你还靠管行事啊 不对不对不对 我觉得有事 这样 你在屋里先待着 啊 自己先玩玩 我去就来啊 哎呀 住手 快 走 快点 爸 真不丢人 你 爸 嘿 快点 你爸 我快点 走 爸 怎么回事你 爸 干嘛呢 跟着拉拉车找的 爸 我媳婦她喝醉了 我带她回家 这是你媳婦啊 我怎么看着不像呢 爸 我告诉你啊 少管闲事 快走 走 我咯 我管的就是你 看什么看 没见过 客瓜子 客丑个臭丑 你臭丑 你真要吃 舅舅 你舅舅我 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连他叫什么名字 我都不知道你舅舅我 少管闲事啊 给我回去 回去 早点啊 别动 我告诉你啊 你这人身伤害你们放手 要不然报警了 不用报警了 我就是警察 就你这事行得我还警察呢 你要是警察我还警察局长呢 你有警官证吗你 我穿成这样哪儿 给你找警官证去 待会儿给你看不迟 甭着急 什么证呢 有 对 你看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叔姐 好 你媳妇叫什么名啊 我问你话呢 你媳妇叫什么名 你少管闲事啊 放开 别你自个儿媳妇叫什么名 你都不知道 啊 刚有那么大媳妇的吗 我早就看你个问题了 知道吗 小贼 叔叔 叔叔 你怎么回事 报警 我给他录一条啊 哎呀我天哪 小心 来来来来 干瓶干瓶干瓶 干瓶干瓶 你还说不喝 喝的最多的就是你 你哪儿呢 买妆 还说不喝 喝的最多的就是你 对啊 这才像你嘛 对啊 来来来来 走 哎呦我动刀子 回来 我保紧啊 别别别 赶赶赶赶紧回去 天哪 这 啊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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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她大夫 哈哈 来 欣欣 哎 咱们去找阿姨好不好 来 哎咱们去找阿姨咯 咱们去找阿姨咯 租把把把糖拿下盖 喝 吃鸟 看我 elbows 但那 ПонCK 咱们去找阿姨咯 家里就找不到 真多啊 怎么有这么多泡泡草 哎 냄새 泵寡啊 怎么啦泵寡 哦 我 我是她大夫啊 我是她大夫啊 啊 我 你才大夫啊 还准备我 我 哎 啊 你才大夫啊 还准备我 啊 好 还准备我 啊 我把饭子牵来了 放开 干什么的呀 干什么 你干吗的呀 我这害他爸呀 你什么 你害他他爸 妈妈 妈妈 要打 他爸是谁 你还给点说 没他爸 没他爸 你们干吗的 你 你干 找我 你们真的动作动作 喊人呢 抓人饭子 怎么看我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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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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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东西 老东西 别给我挡他道 站 别给我拿 好 快 不要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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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这回 你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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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你还打什么呀 我看你这回你了 你说鸟别通啊 关我们家事 打什么你 干吗打人 为你屁事 何欣 抓人发吧 别上车 老实点 大娘 抱我报个警 麻烦你 抱抱 抱警啊 打发声 给我电话 你早上给我够大的 光天化日在小区就敢行不行 大娘 你等着 老实点 我谈我的 快快 你谈不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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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了 不过了 你吓死了 不过了 不过了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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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保安呢 怎么差来啊 干说来啊 干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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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旁边啊 在这儿跑了 啊 整场马上就到 叔叔 你没事吧 安理一拳 是 那咱上医院吧 莫国军 别接啊 叔叔 你别死撑着了 刚那拳挺重的 啊 走吧 我回家 回家啊 我回家 行 来 走 慢点啊 慢点啊 叔 慢点 莫使 走 走 松手 松手 不是 松奶 不是 你要实在不行 咱就上医院吧 不是 松奶 不是 我上什么医院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 没事了 不是 我松手 你这出了要求怎么办呢 那么几下子 那忙我怎么着啊 行 谢谢 再见 走吧 别闹了 我现在走 我还是人吗 走走走 握屎 好了 歇会 我看着你没事 我再早 腾不着 走 你跟这儿站着别动 行行 我跟这儿站着 你瞧瞧 你瞧瞧 我说什么来着 你非来着吗 逞什么能吧 你是老英雄 你是老英雄 我服了 我服了还不成吗 你赶紧赶紧坐会儿坐会儿吧 躺会儿躺会儿 不是 不 我觉得咱没必要逞英雄 咱上医院瞧一眼 知道吗 我觉得那孙子下手挺狠的 哐唐就一拳 就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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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这儿疼啊 不是 你 你这岁数 你得考虑一下 年轻人挨这儿一下也受不了 好吗 你干吗这么倔 咱上医院瞧一眼 不放心吗 起来 我长那么大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倔的老头 我真的 好了 反不反酸水 你可以走了 我不走 我就跟这儿坐着了 怎么还不走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不走 我可真要犯病 犯什么病 该找我伺候你 我就伺候你了 怎么着 我替猪猪伺候你 有毛病吗 有毛病吗 我不喝 我不喝 我喝不下去 我能喝水吗 现在 只好我不喝 我说那孙子刚那拳真有点狠啊 你这么大岁数能挨这一拳 我觉得挺佩服你们 真的 你年轻时候是练的我 练的是大成啊 还是泳春的 你告诉我 我打心下里就不佩服你们了 真的 有正义啊 你是这个 你是这个 真的 你不愧是朱鲁他爹 你不愧是我女朋友他爸 够好啊 说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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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我我用不着任何人佩服我 这是一个人应该做的 我还不是恭维你我就是佩服你了怎么了 你刚刚那一幕就把我震着了 我觉得特别棒 我觉得咱小区如果都像你这样 那治安绝对好 别提咱们小区啊 别提 一提这小区我告诉你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你就说今天这事吧 啊 多可怕呀 人贩子 愣能混进小区来 光天化日之下 他就把孩子交给弄走 顾那么些个保安干嘛吃的都是 不是叔叔我跟你讲 这事绝对是我的事 是我们物业的疏忽 我错了 我不光对不起您 我对不起欢迎你所有小区的居民 你等着你看着我怎么做 我把这些保安我全都给开了 我全都换了你信吗 我全换 你以为开几个保安就完事了 你得从根上找原因 根上懂不懂 什么根啊 你以为 想当一个合格的保安那么容易啊 我再找一批更年轻的 更有劲的 怎么了 够有劲的 你以为一个年轻的 就因为他是年轻 有个好体力就能当好保安了 首先一个好保安 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素质吗 首先他得有觉悟 除了有觉悟 你还得有正义感 等会儿呢 叔叔 我不按你说 我确实是第一次做无疑 我没经验 你也看出来了 你别笑话我 你把你这些经验 你都传给我 行吗 你家有笔和指头 我记住一下 什么脑子你 你还什么吃 不是 你说这么多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我 我得记一下 我求求你了 越快越好 赶紧走啊 我这等你舒服了 我再走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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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爸 爸 火火火的干吗呀 没事 爱了一拳 爱了一拳 挺重的 挺重的 不是 你是威恐天下不乱是不是 什么 这事你也告诉我 归你干吗呀 嘴怎么那么快呀 嘴怎么那么快呀 我没说 我没说 不是我说的 是我说的吗 没有 爸 没有任何人告诉我 我今天那个活动 我临时取消了 我就想着 这不早点回来 陪爸吃个饭吗 爸 爸 妈 那没事吧 我 要不要去医院啊 那叔叔非说不去 那我还没办法呀 不是 爸 你说我这一进院 我就听他们说 说您这英雄事迹了 是不是 我说什么来着 我什么人在这说呀 好多人都在这说 那见着我就拉 我就跟我说 说您今天怎么奋不顾身 勇动歹徒 把那淘宝给救回来的 但 我 我 给我下去 叔叔 叔叔 行了 这回花园里大拿 英雄 不是 我没说错呀 对不对 这叫建议勇为 勇动歹徒这事 何总也出手了 不是 咱一是一二十二 不是 实是求是 我 我 我那是本职工作 您 您这是额外的 让您受惊了 我 我对不住你 真 对不住你 爸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助理 我们公司啊 现在正好缺一个高级顾问 我觉得叔叔是特别的合适 我觉得这主意太好 无论是年龄 月龄 还是这个经验 叔叔 你能从了我吗 爸 这 你能不能当我们公司的高级顾问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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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高薪 我高薪 我高薪毕竟还不成吗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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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离我远点了 快离我远点了 疼 跟这帮什么枪啊 傻帮什么枪啊 那 上他们公司当高级顾问去 让他当我老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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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言差异 叔叔 你听我说 你上我们公司当高级顾问之后呢 我呢却退去二线了 所有的那个日常事务呢 就全部由您来打理 诶 真的 不是 你上哪去啊 啊 不是 我觉得你一定要考虑一下 我们公司真缺这么一个领头羊 真的 我 我 快快快 不是 叔叔 你要这样的话 咱就上医院好吗 我打120了 不是 打120了 对对对 你看你不这样啊 哎 打120 打120 怎么 怎么变成这样啊 我 我头疼 我 我不是肚子疼 我头疼 我让他给我 给我说的吗 我去 不是 不是 你给我找个安静地儿什么 不是 叔叔 我真心诚意请 不是 我真心诚意聘你 我找个安静地儿 我去 快快快 快快 叔叔 叔叔 我真心诚意聘你 我要我上去扶着你 何总 来 我又是王大了 我去拿一下 要不开我的车重了 你的车 坐那儿 坐一下 你没有遍 这位 嗯 走吧 嗯 你没有见 你见个话 去看看 有我看 了 乖 你不懂 你问你 乖 一声 我会 拿个话 你叫她 你让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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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的电话 要不是我爸 知道吗 我离职的那一天 我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我当时真的很崩溃 我万年聚会 我觉得咱俩肯定完了 咱俩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了 为什么 因为你爸是一道过不去的坎了 我越不过去 后来我上山了 我想 忘了你 忘了这一切 我以为我只要咬着这段时间就没事了 我以为我只要咬着牙 我以为我只要咬着牙 不停地思念你 我无法控制 完全回之不去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后来有一天 我徒步一百二十公里 我走了整整一天一夜 我累坏了 到了营地的时候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真的 就这样 我还是没有办法停止去想念你 你说真好 但是您还是没有来找我 这是有原因的 我告诉你 这回我不可能再打无准备之仗了 我不会像上次一样 溃不成军 我想这之后 就开始了第二步计划 那你能跟我说说 你的计划是什么吗 我说出来你不准笑我 你先说 我直接买了一个物业公司 接管你们花园林小区 你说什么 你买了一家物业公司 对 这是最直接的 这样我可以每天见到你 也可以保护你 顺便拿下你吧 你们家 到底有多少钱啊 这么说 你其实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对吗 我讨厌别人叫我富二代 我最讨厌这个词了 你说谁不是二代 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对吗 我们都是二代 但是我们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上一代 不是吗 我需要你知道的就是 我就是我 没变就行 你现在看不出来我们的差距吗 初初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差距 你只是个小警察 我也只是个小演员 但是现在呢 我还是个小演员 可是你呢 你从骑自行车变成了开豪车 可我还是开始我的听听 还有这个家 差距真的太大了 哇 听我紧实啊 你呀 你变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你看 你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 还有精力放在外部的这些物质上 对吧 我以前没钱是个小警察 先如今 你说我是富二代 那么OK 我就是富二代 但是核心是不是还是那个核心 没错吧 对不对 核心 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 以前 他说核心 是个小警察 没房没车 但你知道我怎么说的吗 我说那也比富二代强 因为我当时就是那么想的 可是现在呢 你知道 我这两天想了很多很多 我想 如果你跟其他你们没什么 就算你没了工作 我都不会离开你 因为我们是真心相爱 对啊 那我们现在这是真心相爱吗 我没钱当小警察 你可以爱我 我现在有点钱了 你反倒不爱我了 这不合逻辑 你不是有点钱 你是太有钱了 这是键上天花的好事啊 珠珠 不是 珠珠 你现在啊 猛一下翻不过这个胶脚 没关系 一点点适应 来 你摸摸我 你来 你摸摸我 你好好看看我 我 我希望我求你 你别逼我行吗 我一点都没变 你看看我 我不是逼你 你听我说 珠珠 我不管以前是小警察也好 现在是富二代也好 你怎么想都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明白一点 我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能让咱们俩好 知道吗 我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就这么简单 没别的想法 你现在是不是让我退回家 卖房卖车 变成一个穷光蛋 在街上乞讨 你全新了 是吗 是这意思吗 你到底要什么 这变化确实有点大 我给你时间 我给你 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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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珠珠 对不起 我不该冲你这样了 珠珠 我知道你现在一下接受我了 我真的错了 珠珠 只要你高兴 我怎么样都可以 好吗 我等着你 你不必给我回复 行吗 你别害怕 都是我不好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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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走 姐姐 你坐这儿吧 好的 一会儿见啊 好的 我们再见 张先生 好 唉 怎么了 怎么了 还真是冤家路宅啊 走 过去打个招呼 难道 你真的要跟他打招呼吗 难不成 我还得躲着他 走 好久不见 别来无恙 很好啊 你不认识啊 我倒不想认识 这位不是白小姐吗 穿成这样我都不认识了 这位是我的女朋友白威 对 是吗 我上次见她的时候 她还是别人女朋友的 那个是我女朋友的 说话别带刺诚嘛 你要是想挑拨离间的话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可是打破算盘 这小庚和小猪猪 他们两个 可是早就见不见了 你叫她小庚也就罢了 还叫她小猪猪 你叫那么亲日啊 叫给谁听啊 哎呀 反应这么大呀 难不成也吃醋了吗 对呀 我是吃醋了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我吃醋不应该吗 好 难怪 周先生的作品 不能入围 咱们这次的展览 合着 是有人照顾 我倒觉得呀 这次的评委选择 是不是有人照顾 不 你那几幅画 我都看过了 有很严重的 抄袭的痕迹 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这么幼稚的 画风 怎么对你选择 灵感本来就是互相启发的 不管他学了谁 还是借鉴了谁 只要最后画出来是他的风格 那就是原创 我倒是觉得 下一次对评委的选拔 应该严格挑选 不是说有几幅作品 就可以跑过来对人评测论服的 最主要的是 要有独特的眼光和胸襟才行 好了 没什么可聊的了 我也这样想 嗯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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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 蜘蛛 怎麼是你 對呀 我剛才看你半天了 你居然沒看見我 你哭了 出什麼問題了 跟可謝吵架了 沒有 我 我就是想 一個人過來喝點酒 好 你先忙啊 我沒事 我陪你 蜘蛛 你這個樣子 我怎麼肯讓你自己一個人喝酒呢 你幹嘛呀你 蜘蛛 你放手 不是 我現在就是想喝點酒你攔著我 我喝點酒你攔著我幹嘛 我現在就是想喝點酒 我就是想喝點酒 你是家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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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要说我是天花老子 你还带我供契来是怎么着 那我还说他是杀鞭犯呢 那你们也去抓他呀 你说软也软 正经呢 我们这事实说知道 什么叫事实啊 谁能知道我的事实啊 我跟你说警察同志 就是刚才在车上来的 来来来来 赶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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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老大爷啊 您从这儿去呀 您进去 嫌疑人 坐下吧 坐下啊 你进来跟我连半个字还没说上呢 就叫我嫌疑人 坐下吧 坐下吧 警察同志 我再跟你解释一遍 我绝对是冤枉的 我根本就不是那卖家具的那个店的他叔 我也不认识那小子 我是给他看过两回摊 但是他到底是不是卖了黄花的假家具 还是真家具什么的 我不知道啊 我也不懂那东西 我这儿还有急事呢 是不是你们看看就让我走了吧 啊 你有急事 我告诉你 我中我有比你更急的事 真的 来来来 赶紧坐下坐坐坐坐坐 我看 到这儿来的人都说自己是无辜的 你别来这儿好请你坐下 谢谢 嫌疑人不许新电话 怎么带进来的 拿过来 我家里人拿来的 你们管着着了 坐坐这儿 管的就是你 干嘛呀 干嘛呀 杀手 我不让你接来是吧 没有接 看 你好 是您所播打的电话已关系 对不起 放你直播 你要投诉 投诉你呢 暴力直播 暴力直播 大爷 瞧瞧 正好头三百六十度的 看见没有 全击骨下来了 当这手机是从你手上滑下来的 你别耐火 自己掉地上摔碎了 没错吧 看见没有 三百六十度 大爷为了 来 赶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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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头开着来了 开着呢 开着呢 你也不许接电话啊 你也不许接电话啊 你接电话啊 你稍等会儿啊 稍等会儿 你稍等会儿啊 谁 高原 你干嘛啊 看看你电话我就撞牢 你接啊 你稍等会儿啊 你敢撞墙 我看你敢不敢负这责任 行 我不接了 我不接了还不成吗 你也别跟程过不去 好不好 咱踏踏实实地坐这儿 我不接了 大爷 咱们有点事 咱好好去 行吗 来 坐坐坐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中午有特别重要的事 全让你给我耽误了 你知道吗 特别重要的事 全让你给我耽误了 我今天中午比你的事还大呢 我天大的重要事 让你给我耽误了你知道吗 大爷 更对不住你啊 我有点心急 这样 你看 你有这么大的事 我也有这么大的事 咱俩互相配合一下 好吧 把口供给你录录了 完了 你忙你的大事 我忙我的大事 成吗 你蒙谁呢 你当我三岁孩子呢 是吗 我配合你把口供做了 到会儿你走了 把我给留下了 没事 反正我的事也让你们给耽误了 我不在乎 我还不去了呢 我说坐这儿跟你耗了 我告诉你啊 小心点 我岁数大了 我还稍微有点病 什么血压高啊 血糖高啊 血脂高啊 胃下垂啊 懒尾炎啊 关节炎啊 没事 泡了呗 只要是你小子能够担得起 我也不怕 我多把儿子养我 进来 怎么了 这人我查过了 有钱喝 诈骗罪判了三年 上半月刚输了 你 有钱科啊 你要怎么不早说啊 你不说话吗 这叫什么呀 法网恢恢 输而不漏知道吗 哎 原本 怎么沉默了呀 刚才你不是挺横的吗 啊 你不是说你是一手把良民吗 行了 别慎着了 赶紧说吧 铁证如山的 啊 这么耗的有意思吗 你不有大事吗 我还有大事呢 赶紧的吧 可欣 啊 可欣 出来 没闪完呢 所长找你 什么事啊 出去 你知道吗 等会儿 稍等会儿啊 不然很合心 所长找你有急馅儿 那个什么 今天赶紧给叔叔倒杯水 倒水的什么 倒酒啊 那个 行 那 那我直接去 你别走 行 倒个水 来 谁也别走 不是 那个 大爷 您听见了 所长叫我 有什么事咱也别遮遮掩掩的 这能遮得住吗 我要和你们领导对话 来 来吧 好 何必找 想要钱啊 部长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这有急事 我走就该下班了 谁没急事啊 走什么呀 我哪儿走啊 不是 大爷 您的事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 这回您是冤枉的 我应该向您道歉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老爷子让你待会儿 你就待会儿 你就待会儿 不是 我确实有急事 老爷子让你待会儿你就待会儿 那怎么着 我确实有急事 老爷子生着气你没看出来吗 你给我站这儿 站好了 还急事 你看这些小年轻的都不靠谱 老爷子 年轻细盛 办案确实矛头了 我们刚才啊 跟那家具店的负责人已经证实了 这事啊 确实跟你没关系 别往我心里去 都过去了 我们啊 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 我这所长向您道个歉 对不起您了 这样 我把车都备好了 待会儿啊 我亲自送您回去 您干怎么着 您是说我能走了 对对对 当然能走了 晚了 完蛋了 不是 你们说让我走我就走 你们说我跟这儿受审 我就得跟这儿受审 什么都你们说了算 但是把我按着警车拉了头 我就说 我跟他卖假家具的没关系 谁听了 是 是 你说这块小子 哎呀 不是所长 就是他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 你怎么审我的呀 法网灰灰说是不露 那我算什么呀 你们是不露了 我看你们连眼都没有 露什么露啊 大爷不好意思 这次确实冤枉您了 对不住 对不住 别跟我来这 你刚才那威风劲哪儿去了 你刚才那么阵阵有词 那劲哪儿去了 摔完手机就是威风阵的 不是这手机是自个儿掉的 不是不是不是 等会儿 来一个 这是您跟我说怎么回事 他把你手机给摔了 怎么回事 不是所长是这样的 大爷呢 刚才接受审讯的时候 他接电话来了 我不让他接 我说了多少遍他都不同意 我我没办法 我上去制止 手机掉地上了 他接好几个电话呢 我是谁 你是谁啊 我是警察 我当然可以接电话 我是谁啊 我是警察 你刚才谁一犯 行行 坐这儿你拼命 他是我嫌疑犯 我说您刚才是 我还疯了吗 那我 别说话了 这么没礼貌呢 你看你给大爷骑成这样 老师站着 别说话 谁嫌疑人 嫌疑人随便说的吗 你看这现在小年轻的 说话太不靠谱了 所长你真的好好教训他 我必须好好教训他 我必须好好教训他 必须管雷子 必须管您放心 这样啊 这事这样 雷子啊 您看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您先消消气 先消消气 这手机也坏了 我也都知道了 您给我这所长提个建议 您觉得这事 我应当怎么处理 大爷 这样 您这手机应该是一山寨的 对吧 我陪您好的 品牌您选 成吗 山什么山寨 什么山寨啊 我告诉你 你今儿当我大事的 你知道吗 我损失还大了呢 我也有大事 我这十二点 我在昆平办店 你知我多大的局啊 你知道我要见谁吗 我人生大事 还有我这手机呀 所长 这是我爱上给我留意的遗物 他的价值 咱怎么去评办呢 是是是 说帅就给我给摔了 对不起大爷 真的抱歉 我跟你说何欣 你从现在开始 把嘴给我闭上 一句话不能说 不是 所长 还有我这人身名誉 你说你当着 街坊邻居那么多人的面 就给我按上警车 就给我拉走了 您让我有话 还怎么做人呀 我理解 我理解 没错 我当了这么些年所长了 您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 您看这样情绪 您给我这当所长的出个建议 您觉得这事啊 我应当怎么办 你这气才能消败去 三点 第一 陪个迅手机 好 第一点一定没问题 第二 花里胡哨 一点没实用价 那那那您说 哪需要改进 我立马改还不成吗 您只管说 没事 这么着吧 你呀 先给我安排个车吧 安排辆车 买个车 行 我明白了 不是 那你要哪款呢 不是 挑好的 挑好的 你 你自己看着办 你看着办 你看着办 不小心没喝水 我自己看着办 拉成 我明白了 我全明白了 瞧好吧 谢谢 总顾问 总顾问 好 孟老师 这个 朱老师啊 这个脾气是稍微有点古怪 但是人特别好 很善良 心也很细 眼里不揉沙子 对工作是特别地认真负责 那 那我就先忙去了 好 您忙吧 好嘞 好嘞 您跟他多交流交流啊 好 拜拜 哎呀 孟老师 嗯 我今儿回头这桌子怎么撑呢 嗯 忘了 我先把这气球收了吧 小心点 好没好 坏了 您出来一下赶紧的 哎呀 村里来新人了 来 First ivan 黄死我 黄死我 谁这是 我认识你吗 别说啊 真是 真靠一装 磨 靠 Fel 您甭捕我 这小伙子年轻长得精神 穿什么都好看 衣服架子百搭 你回来 回来 回来 干吗 何欣现在给您开的会儿钱 干吗 我就问了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 您这现在都老丈人了是不是 肯定给您少开不了 那是我自个儿凭本上挣来的 是您凭本上挣来的 但是您现在都这身价了 都这身价了 都挣这么多钱了 咱能不能从这个外形上注意一下形象 大黄蓝蓝 草头鞋 蓝裤子 布衣服 我这形象怎么了 有爱观瞻了 不是 我记得您年轻时候挺爱导致的 现在怎么人老猪黄了 不收拾了 怎么说话呢 你就没有人老猪黄的时候了 我也有啊 但是 您换身衣服 跟您这身件更匹配 是不是 来 我给您收拾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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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 成交 走 我帝说让咱们俩早点去 行 没了你 待会儿一会儿先到了团里 我把你先接上 完了 咱们先吃饭 再跟他们二位 你弟我妹 你会合 行吗 行啊 行啊 那个 我现在已经到体检中心了 拿了报告 我就去团里 你呢 我啊 我现在在你们家楼底下呢 等你爸 接我爸 我给他买了辆电瓶车 我跟这儿等他呢 哎 想听实话吗 户壁 我看着 为这活动你也算是拼了 绝对啊 震翻全场你这身 信不信 真的假的呀 绝对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哎 你这身比我都吵了我屋子 真的 以后就这么穿啊 甭换了 太合适你了 帅 不是 我穿成这样 能不能出门到底 什么叫能不能出门啊 太能出门了 时间往前走啊 绝对全都给你输咱们指 看这辆车 给你买的 怎么样 这就是你买的车啊 对啊 不是我要的 它不是这辆车 是那个 这种车啊 不是你不明白 我跟你说这种车啊 它在小区里 它不适合 你的工作范围 不就是在小区里啊 是不是 你在小区里开这辆车 它它特别合适 不是 这车行动也可以 你知道吗 那么大车呢 没点停啊 哇 弄 这车特别好 没事 跟老年代不说似的 不是不是不是 叔叔 你不了解这车 这车特别的好 很节能 知道吗 不用烧油 你来试试来吧 你是开还是坐 我坐 别坐呢 来来上车上车上车 你试试吧 不会让你失望的 爸 我的六号棚啊 雷达在医院抢救 有生命危险 火速到医院见最后一名 小致你听到了吧 我马上就到医院了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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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劈弹点 好几 其实马上就来了 西美洋 我和你何言何仇 你要怎么害我儿呢 雷达今天要入我三长庙 我要你给他偿命 西美洋 要你的偿命 别说了 这事怎么能怪老徐呢 又不是他撞的儿子 这就是命 认命吧 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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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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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彤你别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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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人家族是哪位 我是 安静 到底谁是 我是她的未婚妻 这是病委通知书 你签一下 陪她到底怎么了 病人全身多数骨折 肌腿断裂 肝功能衰竭 脑干瘦碎 心里有个准备吧 就这几个小时这事了 趁她有口气 能听得见 想说的就抓你 说一说 雷达 雷达你还这么年轻 你不要想我 我怎么会知道 还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过一起 靠面你 我这么做是因为 我想逼你 我做梦 是我太幼稚了 你不要吓我 雷达 你说 你说 你要娶我的 我回来了 雷达 你快醒来 你醒来娶我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很坚强 你一定会醒来的 对不对 你一定会的 你快醒来 你醒来 我们就马上结婚 你快醒来 回来了 回来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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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那个心电图的插销 好像掉了 滚蛋 你看什么玩笑 你 是这 是这 你刚才说的 是真的吗 这 这 这就是传说说的 怀疼反照啊 别说话 我们就像最后一口气了 啊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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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你刚才说 你愿意嫁给我 是真的吗 我愿意啊 就和她们 一直传散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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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死 哪 你 你 没 哪 哪 这 可 哪 哪 车怎么开的 会开车吗 大叔 在医院拍戏的关系 帮我们的忙 帮我们的整个病房 让我们的演员 帮我们医生和护士 帮我们演出 今天能起来神的大喜 帮我们的演员 怎么回事啊 你没骗你 真出车过来 你看 没事吧 没事 许致 没事 Ally 我 我是大壮导演 请来的婚礼主持人 不是演员 是货真价实的 请问这位男士 你愿意娶这位女士为妻吗 不论她将来富有还是贫穷 不论她将来健康还是服侍 你愿意永远地和她在一起吗 我愿意 我都愿意很久了 许致 其实 我从第一次见你 我就喜欢你了 那时候 故意跟你作对 用坏的方式引起你的注意 结果 闹出了那么多 啼笑皆非的事情 让你生了那么多的气 后来 我们好不容易 发展出了感情 可我却不知道珍惜 不懂得坚定 选择了轻易地放弃 让你伤透了心 也是从那时起 我才开始真正明白 爱情 就像晴空万里 蓝天白云 突然暴风雨 无处躲避 总是让人始料不及 爱情 不是人能够选择的 不是想放弃就能放弃 就能走到天边 许致 我没办法放弃你 一生一次都不可以 我发誓 我再也不离开你 无论谁人反对 无论何事发生 无论天崩地裂 我要永远的守护你 杜某轮 你怎么回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说呢 你这什么意思啊 好好地学你不上 急着去打什么工啊 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你要是有需要 花钱的地方 先零花钱给得不够的话 你告诉我 守着这么个姐姐 你还怕当贫困生啊 怎么 花我的钱不硬气啊 那好啊 连本带利地还给我 到时候我还可以收高息呢 是不是 要不然 你给我去打工吧 这样也行啊 你说一个高材生 发了风去当廉价劳动力 你真是疯了 以前也没见你 对我这么客气过呀 怎么我出了一趟远门回来 还添了新毛病啊 就算你是她姐又怎么样 她就是不想花你的钱 让你养着 这有错吗 我觉得你应该骄傲呀 有这么一个自立自强的弟弟 杜伯伦 这 这 这什么情况啊 萝莉照业救鲜肉 请问你归姓啊 她叫雷锋 是天会的同班同学兼室友 北风 你先回去 我跟我回忆有几句话说 谢谢你今天特地来告诉我 天会的事情 等会儿 你们谁也不去走 杜伯伦 你能不能给我换个花样 玩一玩啊 长天会加长天会 闺蜜这种组合 你不嫌腻外 观众都腻外了好吗 我都跑了大半个地车回来 你还不死心 你还没有被那个小妞 给玩够吗 姐姐 你别误会 我是长天会的同学 但我俩绝对不是闺蜜 我们 我们其实往来不多 那你今天特意来的目的 不是为了长天会 是为了 小波 你看 又一个王小旭出现了 姐 你别误会人家 雷锋人特别好 特别热心 你叫雷锋 真名也叫雷锋 我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证吗 学人证也可以啊 我凭什么给你 那你就不叫雷锋 你真名叫什么 动机是什么 为什么要骗小波 你说 姐 我没什么动机 我就是冲杜伯伦这人 我觉得他人挺好的 这事跟长天会 一点关系都没有 姐 你别这样 他就是天会的同学 帮天会很多忙 你这样太没礼貌了 杜伯伦 你不是瞎 你也是龙啊 你没有听到人家 刚才说吗 是长天会的普通同学 你以为 人家是党的交通员啊 冒着严寒酷暑 穿越大半个城来 给你送那封鸡毛信 我这走了大半个月回来吧 冷锅冷灶等着我不算 我还等了封 这么冷言冷语的信 还冒出来一个长天会 和长天会的普通同学 杜伯伦 你好好想想 你有这么大的魅力吗 你们都不说实话是吗 那行 那我就去找长天会 我要告诉他 有什么不满的话 冲着我来就算了 玩弄我弟弟挑拨 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算是怎么回事 走 走 等一下 走走走 跟他们没关系 是我自己要搬出来的 不是 我就问你为什么呀 我哪儿对不起你了 你说呀 你先让他走 我等等跟你说 那不行 当日他的面 你就得跟我说清楚 要不然我就去找长天会 你的钱是不是扒给你的 你说什么 你听说 你听说我说的话 原来如此 这封信就是跟我划清界限 以我为耻的意思是吗 杜伯伦 你和老爸绝交住在我这儿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心里不清楚吗 到底是谁和你说的这些 你有什么证据 凭什么你就给我定罪了 你难道就凭你的想当然吗 我没有证据 反正你答应过我 不会用他给的钱 都是长天会跟你说的吧 长天会没有心情跟我说这些有没有 他只跟我说 因为你 他再也不会理我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 好 我走 我不管你了 这封信我留着 我告诉你 你离我弟弟远一点 我就算跟他断绝关系 我永远是他的亲生姐姐 如果让我知道你们欺骗他玩弄他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 认识他这个姐姐 我跟长天会真的不是一伙 多多伦你这个大傻子 你还能不能够认识他 我认识他 你也不能够认识他 你也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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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认为经常工作的英语 是足够的 好的 还挺溜的 不错吧 特意给你找到高材生 我大学刚毕业 我想边打工边考研 我来自一个小渔村 非常感谢您能给我这次机会 这样 莉莉 待会儿我会出去进一趟货 等我回来之后呢 你就把他的劳务合同给签了 把五险一金给交了 从今天起呢 就给他发正式营用的工资 好吗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明白了 明白 山东路那个单子又催了 外卖员怎么还没来啊 那凯文有时间去送吗 今天都忙着呢 会骑电动车吗 会 知道山东路五号怎么走吗 知道 来 钥匙呢 在外面的车子上 骑电动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慢点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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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再搜索 我们都是想要脚的 還喝水中藥 慢慢地躲在沙灘上 隨時放下你到頭 又不怕我 都怪我 人家上班電影一天 我非得讓人送什麼外賣嗎 我讓他去就沒救回事了 這事不願意 願我 我就多了那麼一嘴 我問他你知道山東路在哪兒知道嗎 正好人出事了 不不不都怪我 我非得問他 那個電瓶車你會騎嗎 行了交通隊一定會給出結果的 我現在就在想 只要斯蒂芬人沒事就行 家屬通知了嗎 打了好多電話 終於把他爸媽給找著了 現在人正往這邊來趕呢 這大夫說了 病人全身多出嚴重骨折 重度老人大 經過搶救 這命總算是保住了 可還沒渡過危險期呢 就算渡過危險期 這回夫妻也得挺長的吧 侯醫症肯定跑不了了 他不會就此癱瘓了吧 咱們社跑都沒交 你得花多少錢呢 現在想這些也沒有用 你明天跟醫生說 不管怎麼樣 給他用最好的藥 最好的治療方法 人一定會沒事的 這個錢的事呢 我一定會負責到底 你知道這得花多少錢嗎 給哪兒來這麼多錢 這你就別管了 現在家屬老闆都到齊了 我來宣布一下事故調查結果 由於你們的員工 騎電動車逆行 負事故的全部責任 這是具體的事故調查報告 您可以看一下 好 謝謝 你說什麼 如果您對這個報告有意義的話 可以到我們大隊去申訴 剩下的事情 你們自己協商解決 我哪兒怨呢 你看我 好難呢 我好好的一個玩兒來給你打工 怎麼建成這樣 你得給我的說法呀 我們老倆不就這一根毒苗呀 我們可早活呀 對不起 對不起叔叔 昨夜呀 我們好不容易培養這麼一個大學生 他要是慘了 我們可怎麼活呀 他下半輩子怎麼過呀 對不起啊 我們家就絕後了 對不起 對不起我把他弄好 他順帶了 你看到該怎麼辦 你得表個胎呀 叔叔阿姨 是我們的責任 我一定不會推卸的 醫生也跟我說了 說如果 後期護理得當的話 不会影响正常生活的 但是所有的 护理治疗的费用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我们问过大夫了 大夫说了 我们假玩很可能会瘫痪 打钥匙瘫了 说我们可怎么活呀 他下班辈子怎么过呀 老天爷 真疼心哪 现在说这个 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还得看后期恢复得怎么样嘛 你说是吧 再说了 这在试用期 合同还没签呢 您二老放心 只要我能力能到达的 我一定会尽力的 老实说 我们确实是没有签合同 只是有一个口头协议 但是事我认 因为送外卖这件事情 是我让他去的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他要是瘫痪了的话 我也一定会负责的 我现在要给您儿子去交费了 然后我这儿取了点钱 这些钱是给您导两口 这两天的生活费 您收着 那我先去交费了 你在这儿等一下 我陪您快去吧 不用不用 我陪着叔叔阿姨吧 不用不用不用 你别走啊 你们别 别着急 这不是还有我吗 我在这儿陪你们 姐 你找我什么事啊 咱俩不是已经断绝了关系了吗 还不回去好好读你的书去 没出事我可以不理你 出了是你还是我姐 可我根本不想要你这个弟弟啊 你说你有什么用 天天傻白填一个 什么用也没有 还是个白耳狼 我根本不想看见你 你赶紧走吧 我可以帮你 你帮我什么呀 我已经够赌心的了 你要是不想给我添乱 你就好好回学校读书 我不能让别人欺负你 你解我是谁啊 我还能让别人欺负了 都处理好了 快快快快上车上车上车 我这儿不能停车 快点 快点 没事吧 是吗 这是哪儿 你来这里干嘛 你来这里干吗 姐 看房吗 建邦听海的独栋 三百五十平的一套多少钱 那个小学现在可火了 业主都吸收 您说那个户型 要是位置好点 得六七百万呢 我有一套挂六百五十万 应该出得很快吧 您谁要卖呀 还有六百五十万 估计是有点高啊 你刚不是说很抢手的吗 这个看的人多 他买的人少呀 这客户本来就是摇摆不定位居多 要是价格上对客户没什么吸引力 您是想早点出手 我估计有点难 话都让你给说了 那你觉得挂多少合适啊 我觉得五百五差不多 五百五 无奸不商啊 一下给我砍了一百多 五百五给我挂出去 好嘞姐 您稍等啊 您稍等啊 您稍等 你爸好好叫我啊 姐 你真的要把房子给卖啊 那要不然呢 我一个靠啃老活着的人 我能有多少存款啊 你承认你用他的钱了 杜伯伦 你是猪吗 干吗骂我 你现在给我听清楚了 我用的车和房 全部都是我自己挣来的 我以前是不愿意跟人家解释 我没法跟人家解释 我也不稀罕跟别人解释 别人怎么看我 我无所谓 可是我偏偏碰到我的亲生弟弟 是个缺心眼的人 他还真就不相信 非要跟我绝交 你说你今天表现出来的 那个情商 我要把你扔在社会上 你一个人能活下来 真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我再不想说 我今天也得说 而且我说的是最后一遍 你爱信不信 反正你也帮不上我什么忙 你要是嫌我用老爸钱的话 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我相信你 其实那天你走之后 安明珠跟我说了 他说作为亲人 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应该闹这么大的情绪 何况我没有真实证据 我不应该错怪你 我想了想 他说得很对 总算有个脑袋明白点的 比那个长天会强多了 我跟他没那个什么 你觉得 说我们两个以后住 三居室够不够 位置选哪里呢 你现在是我们家 唯一的男人 你的建议对我来说很重要 姐 虽然我有道德洁癖 但我觉得你在这件事情上 太圣母了 他自己做错连累你 你还帮他付钱治病 于情于理 你都人之意尽了 凭什么要签什么合同 管他之后的生活 还为了这件事情 还要卖房子啊 不用你管那么多 我就说了我做什么事情 都不愿意跟别人解释 再说这是我的钱 我爱怎么花不用你管 我就扔盒里 我听想着我也舒服 我高兴 姐 合同给您办好了 麻烦您过来签个字 来了 来 来 这儿 没有问题吧 还没问题 有消息通知我啊 好嘞 姐 您慢走啊 慢走 你不考虑一下 去去去 我待会儿要办事 你自己打车去学校吧 走